這幾天 全臺各地雨下不停 跡象局預測 中部以南地區 今天有機會轉晴 而北部最快要到星期五 才能看到陽光 雨都基隆 今年到現在 則是只有1月14號這天 完全沒有下雨 其他的日子都是雨天 是2012年以來最多雨的日子 撐開雨傘在緩顧走下客運公車 來到被稱為雨都的基隆街頭 大部分人手上都帶著雨傘遮雨 有攤販特別選在長途客運下車的站牌 旁邊賣傘 看看有沒有人剛好需要 而沒有辦法撐傘的 就穿著雨衣 而這些畫面雖然常在你我身邊出現 但是基隆今年以來 除了1月14號那一天 其他日子每天都有下雨 有從美國返臺的民眾聽到消息 特別來基隆看雨 還在雨中拍照 因為他在美國居住的地方 很難看到雨 但是基隆民眾可不是那麼喜歡下雨 除了不少一樓店面 裝設活動遮雨棚擋雨 很多家庭也都準備廚師設備 上濕氣宣傳 出門都要帶傘 傘是必備 然後除濕機跟烘衣機 那些都是需要的 必需品這樣 不只基隆今年到目前為止 宜蘭晴天只有五天 臺北跟桃園新屋也僅有六天 另外今年以來全臺是三個 平地觀設站測量到的 平均雨量高達三百毫米 將近是歷年來平均值 一百五三點二毫米的兩倍 也是一九五一年有統計資料以來 排名第四的年份 反身影現象 印度洋海溫偏高 以及華南雲雨區異常活躍 是造成多雨的主要原因 而北部陰雨潮濕的天氣 可能要到星期五或星期六 才會放晴 因為大陸冷氣團帶來的低溫 也將逐步回暖 氣象就預測228連續假期 全臺各地大多是晴天 但基隆 宜蘭和花冬 還是有可能出現陰雨的天氣 記者 張雄 陳立峰 王清中 基隆報導